一件平衣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一针一线间尽显执着老人的曲折人生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首亿第三季之学领平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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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飘落之后 立即冰封了大兴安陵北路山林中还在怒放的鲜花 然而这场雪却给生活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的厄伦春猎人们带来了无限喜悦 他们是我国唯一还被允许近山狩猎的少数民族 猎人的枪支寸放在当地派出所里 每年只发放一次 第一场雪降下之后是近山狩猎的最佳时机 各长云听说村里有人要近山狩猎赶紧走出家门 在猎人们近山的必经之路上等待着 再过几个月 就是厄伦春人下山定居六十周年大庆了 葛长云打算制作一套厄伦春传统袍皮衣 在庆祝典礼上穿 但是现在袍子皮越来越少了 葛长云只有拜托近山的年轻人打几只回来 葛长云是刨皮制作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他制作的刨皮服饰被许多展览馆收藏 参加过多次巡回展览 葛长云做的厄伦春长袍能穿三年 如果仅仅是毛被磨掉了 还可以在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继续穿 这样一件长袍 一般要用掉八张袍子皮 从制作到结束需要四十天 袍子又称矮鹿野羊 是东北邻居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 袍子曾是厄伦春人衣食之源 解放前袍子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袍子的毛色和厚度会随着季节而改变 鹿绒春人就使用一年四季 列货的袍子制作服装 他们用夏天列货的袍子 做成夏天穿的红毛皮袄 用秋季列货的袍子 做成秋天穿的青毛皮袄 用冬季列货的袍子就做冬天穿的大毛皮袄 厄伦春人在游猎生活中创造了袍皮服饰文化 无论帽子 靴子 手套还是各种生活用品都以袍皮为原料制作而成 甚至连被褥都是用袍子皮缝制的 葛长云家里还有一些储备的袍子皮 但是只有几张的 做一件大衣的话 可能还缺上那么一点 葛长云打算把这几块料子先用起来 新鲜的袍子皮不能直接进行加工 必须在阴干之后再刮到高处进行风干晾晒 经过这样处理的袍皮做出来的瘦皮制品不容易变形 而且经久耐用 像这样风干晾晒的过程大约需要二十天左右 然而经过晾晒的袍皮会变得像纸板一样容易折断或破碎 制作瘦皮服饰之前先要把袍皮变软 葛长云从姑姑那里学到了一个祖传的方法 那就是用煮熟的袍子干把它捏碎搅拌在温水中 然后用柔软又韧性的乌鲁草 沾着袍干水均匀的涂抹在瘦皮上 挂了就这么差 这个要是野猪这不还都是油性不好熟 这个就好熟 挂了还软和 熟了门的筷子干 皮子全部被沾湿之后 小的刨皮要放在潮湿的锯末里一到两天 用这锯末干嘛用 这个是这个潮湖的 刨子开 门子开 门子快 明天就软和 比这个好门了 往淘皮上涂抹干水的过程一定要均匀 尤其是一些细小的对方要反复抹透 泡干水的味道很难闻 不光会弥漫在空气中 还会附着在身体上 几天都难以散去 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再做瘦皮活的主要原因 和处理小刨皮方法不同的是 大的刨皮涂抹完干水之后 就可以直接卷起来 一瓦皮 这么一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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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脱了这么一瓦 一瓦 一瓦 这是欧瓦 什么欧瓦 今年冬天最低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 是近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猎人们在这个时候 进山狩猎是非常艰苦的 然而让他们最担心的是 这次进山能不能有所收获 这次进山打猎的几个年轻人 受老一代恶龙春人的影响 也非常喜欢进山狩猎 但是 与老一辈人不同的是 年轻一辈的猎人里 很少再有优秀的猎手了 到现在出去就得 打两三个跑就回来 一呼呼呼 有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两个小时 出去就得 葛长云的父亲 葛庆寿 是老一辈恶龙春最优秀的猎手之一 靠进山打回来的猎物 不仅养活了自己家人 还照顾着部落里的孤寡老人 在葛长云的眼中 父亲话不多 有着宽宽的肩膀 也有猎人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性格 只要他跳上马 背起枪 进到大山深处 从来就不会空手而归 不仅养活了 谁家没吃的 没难老的 这个肉保证给他送去 那谁家恶主人客气了 那时候 打一个跑的 他全吞吞 我们这恶主人都能吃的 都分 谁家没有肉了 我们都没有 我爸他们那批的 都分了 见面分一半 你要打两个跑的 那个没打到 保证给他托一个 葛长云非常怀念 厄伦春人下山定居以前的生活 那时气候非常寒冷 一年中 有八个月 会被冰雪覆盖着 而这个季节 则是厄伦春人近山狩猎的最佳季节 因为从小就与野生动物相伴生 猎人们对森林中猎物的习性 非常熟悉 葛长云热爱并且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对大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他们的衣食住行 乎来自于森林的村 我都走遍了那个道 到那个住的地方你就搁这住 你转圈头就瞅着 这个山啥样的 这块山什么样的 你就瞅明白的 家哪块儿 哪个钩子 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要不你就妈的 厄伦春人下山定居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 他们保留着完整的氏族血缘组织 冬季的住地比较固定 葛长云所在的格瓦伊尔部落 是在刺尔滨河和索尔齐干河的交汇处 由于气候寒冷缺医少药 葛长云的妈妈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世了 我妈妈印象没有 不知道妈妈长得啥样 葛长云的亲生母亲不在了 父亲经常进山打猎 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次 但有奶奶陪着葛长云的童年生活 还是很快乐的 我奶奶带我一直带到九岁 汤不断小冰干不断 就我一个吃 我奶奶不给我妹妹她们 我后妈生的她也不给她们 完了我说奶奶你怎么不给她们吃呢 又说我偷就给 偷我奶奶的我就给这么分 你呀现在我活着你能吃着 等我死呀你才老不着 就着那么花来的我真是那么花来 吃不着真没吃着 那只为不好受 我妹妹她们可胖胖的还让我背 我和哥小背不动我还走 我后妈打我 九岁那年奶奶去世了 葛长云的生活就此发生了改变 后妈做了一手好的皮活 父亲上山狩猎穿的刨皮衣 都是后妈亲手缝制的 小时候只要后妈开始做皮衣 葛长云总是远远的看着 我后妈可巧了 我已经瞧着她做活 我就是没错过 也不让我用不让我 学那说那个抛筋 你说的都摆下了 葛长云真正开始接触皮活 是她十三岁那年 姑姑葛不错 叫她帮着熟皮子 因为熟皮子又脏又累 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做 但葛长云从来不计较 每个环节都学得特别认真 姑姑对她很满意 早先的老人没名女人 不给她起名就性格 个玩意儿就有性格就个玩意儿 个玩意儿啊她打算 那么说 完了后来明伟的来经上 我们那儿新生来 看着老太太挺好的 我给你起名吧 起吧 个不错 完了她就得个个不错的名 熟皮子做了几十年 葛长云做起来 却依然不敢疏忽大意 熟皮子是一项 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整个熟皮手工制作过程中 是最累的 这个用多了吧 这个黑不什么皮子 那么用多了就那个白了 这是厄伦村人熟皮子用的工具 和镰巴头形状很相似 目的是精出刨皮上的肉质和残渣 再拿锯齿一样的工具 反复揉搓 在这个过程中 最难的是用两只脚交叉 要把皮子固定住 然后双手配合 做类似滑桨的动作 因为皮子的形状和大小不同 所以操作起来非常难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葛长云足足练习了三年 才完全掌握 熟皮子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边熟一边拽 因为桃皮跟普通的布不同 有很大的弹性 如果用力不均 皮子容易出现膨胀 不平整的现象 通常皮子熟到干净柔软的程度 就可以准备剪裁和制作了 因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的猎人们 一年只能有一次进山狩猎的机会 实际上 全乡有狩猎症的合法猎民 现在只有12人 而且他们也不能随意猎捕野生动物 每年林业部门根据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 制定捕猎额度 今年的额度是野猪50头 袍子10只 每个猎人能猎杀的袍子数量不到一只 下节看点 制作袍皮衣能让葛长云想起过去的生活 再苦再累 他也愿意坚持下去 做袍皮衣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把动物的筋搓成缝衣服的线 首先是将袍子或者脱露的筋疏散开 再把它们放在湿润的木屑中 这样处理过之后 干燥脆硬的筋就会变得柔软有弹性 搓线中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利用皮肤的阻力将袍筋搓成线 用袍筋线缝制的皮衣精紧耐用 即使皮衣穿破了 连接的地方也不会开线 先按纤维的走向 将柔软湿润的袍筋撕开 越细越好 撕好的袍筋沾湿后 就可以放在小腿上搓了 搓线时需要向一个方向用力 反复几次一根线就搓成了 那里搓多少根这个线才能做出一件衣服呀 哎呀搓两个泡筋吧 完了能做一个衣服 能做一个套裤 搓这么一点没用 这一瓶出来再几根 这是慢活 你就细细地慢慢地这样 你要着急干这个玩意儿 搓不好 你就慢慢地就细活 刚开始这样你看 一搓出来就这么光流了 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这就装好了就行 这就是你 这就装好了 现在的厄伦春人已经不再以狩猎为生 他们的经济主要来自于农业 村里只有少数老人 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葛长云每年都会制作一些 厄伦春族的传统服饰 他很怀念过去的生活 还时常会梦见父亲骑马 在密林中追赶猎物的情景 如今这个时代 像葛长云父亲那样优秀的猎人 早已经没有了 父亲骑上马 如风而来呼啸而去 那是多么英俊勇武的厄伦春人呢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准备好足够的线以后 葛长云开始给抛皮衣打压 他找了一张纸 在上面画好要剪下来的形状 然后用针固定在皮子上 实际上 最早厄伦春人不用事先打压 而是直接剪裁 如果是手艺不够筋道 就有可能将皮子剪坏 打压是葛长云下山定居后 跟村里的汉族人学会的 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就用到了瘦皮手工艺制作当中来 为什么硬高那个整个虫子 你要那么脚 这个都脱了 这么脚脱了 这么一虫 它就毛都顺着你 对吧 大兴安岭的冬天 今天太阳落山格外早 下午五点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厄伦春人的猎狗和猎马 跟他们的主人一样 都非常耐寒 可以在零下四十度的野外 露宿在山里 刨皮背 对在野外素营的厄伦春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虽说年轻的猎手们 已经不愿再穿传统的刨皮衣 但是刨皮背是无法被取代的 刨皮背是用冬季毛最长最密的刨子皮制作而成的 但是必须要脱去外衣 让刨子毛直接接触皮肤 才会起到 郁寒保暖的作用 郁寒保! 郁寒! 郁寒保! crew保,別犹豫 郁寒保! 别犹豫啊 郁寒寒,还在等待著猎人的归来 厄伦春人很有耐心 他们知道 无论猎人走出多远 走了多久 他们终究会找到部落的营地 找到自己的亲人 抛皮衣要进行缝制了 根据皮子具有弹性的特征 在缝制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力度 两只手互相配合 一边缝一边留意 两块皮子是否完整的拼接上了 尤其要注意的是 在缝的过程中 不要让皮子之间留有缝隙 否则拼接之处就容易被刮开 用靠近吧 你这么一缝 缝了没有那个枕线露不出来 你要搞线 缝 你这么一打线 你看缝的呢 一点线 针线都露不出来 你要搞线 你怎么紧 再露出来白线 这个抛筋就这样好 不再露皮子 葛长云缝制的皮衣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 皮袍的拼接处都是错开的 给人感觉是缝的时候对称关系没有找好 但实际上这是厄伦春刨皮制品中最花心思的地方 因为刨皮制品最重要的是结实耐用 将拼接点由一个变成两个会更结实 即使被树枝划到也不会死破 已经进山五天了 什么都没有打到 猎人们感到非常着急 今天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寻找猎物的踪迹 然而猎人们在卫林中穿行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目标 可不是挺大的个袍子呢 下来看看 原来他们发现了一只已经冻僵了的袍子 这只袍子一定是在树林中穿行时 被盗猎者安放的猎套套住了 无法挣脱被活活的冻死在山林之中 这只袍子的皮保留得非常完整 有了这张袍子皮 葛长云就可以完成受皮衣的制作了 大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葛长云起草贪黑 终于完成了抛皮衣的制作 然而还没来得及穿在身上 就被黑龙江省博物馆买去收藏了 厄伦春人不论男女 皮袍的样式基本相同 都是幼大金 皮袍上的装饰简单大方 为了美观和耐用 袖口和袍边都镶着薄薄的皮子 细细密密地行得平斩硬挺 有的衣领上会缝蛇蜊皮或是狐狸皮 女士服装除了香边外 还装饰有美丽的花纹图案 厄伦春服饰最常见的 是尖顶的云形花纹 这些装饰都与厄伦春人 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 对大自然的模仿和喜爱有关 葛昌云制作的这件刨皮衣 代表了厄伦春民族 瘦皮制作的最高工艺 是刨皮衣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下节看点 几十年的坚持迎来了收获 父亲的肺腑之言 让葛昌云知道了 看似冷漠的父亲 从没有遗忘过自己 本栏目由红塔集团 特约不应 北京现代科教频道 汽车行业合作伙伴 嗨 我是姜诚 大家都让我笑笑 我们家在长江 生活两千五百万年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 我的存在越来越少了呢 我怎么也找不到 回家的路呢 妈妈 你在哪里 我喜欢长江 我想妈妈 最让葛昌云激动的是 2009年被邀请到北京 参加缤纷华福的展览 那是他第一次 走出黑河市新生乡 第一次见到 来自祖国各地 不同地区的 少数民族同胞 在这次展览中 葛昌云不仅展示了 自己独特的刨皮记忆 还向观众们展示了 来自高寒地区 少数民族特有的热情 和淳朴 他感染了现场的 每一个人 在展览期间 葛昌云观察研究了 其他少数民族服装和服饰的特点 他发现 用刨皮做服装 只有厄伦春这一个民族 实际上 葛昌云制作 刨皮服饰 是非常偶然的 谁也没想到 几十年后 葛昌云会成为 刨皮制作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人 作为厄伦春民族服饰的代表 他感到无比自豪 那几十年的辛苦与辛酸 在这一刻 全都被融化掉了 作为厄伦春民族服饰的传承人 作为厄伦春民族服饰的传承人 't you 你为什么想跟他照照照 我喜欢他 嘿嘿,嘿,呵 我昨天就看中的 regular 咱们整个项刻 给我的是一个 让他们走 咱们整个项刻 传统的厄伦春淘皮服饰,老年人还是喜欢穿,但年轻人毕竟不喜欢了,也不愿意去学。 然而,淘皮服饰承载着千百年来厄伦春族的狩猎文化。 为了不让这种记忆失传,黑河式新生乡组织年轻人来学习,每个人每天给二十元钱。 开始人们还觉得很新鲜,但制作刨皮服饰又脏又累,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哪怕是给钱,他们也不愿意来了。 现如今只有几个人还在坚持学着,其中一个是葛长云的三女儿,吴立伟。 但说起母亲一生的经历和制作刨皮服饰的辛苦,吴立伟不禁流下了泪水。 这个活儿说句实话,我真没想学过,真不想学,就是不想,因为太脏了,你看我妈现在一身病,哮喘也不好。 她的哮喘其实就从这些刨皮活上来的,然后那个还有风势,现在又腰间盘突出,真是的,特别辛苦,特别累。 但是我为了我母亲,然后我要把我母亲的那种骄傲,人说啊,葛长云那么骄傲个人,那么那什么个人,那个又是传承人,又见过领导人,然后她说姑娘怎么都那么碎呢? 我不想让人说,葛长云的姑娘拿不出去,然后拿不起这个活。 年轻的一代既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也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他们现在只能通过歌舞的形式去继承祖先文化了。 志竹为斯,知诗成王。 她选择了手艺,也就选择了人生,探索发现手艺第三季之竹丝寇词。 葛长云正在玩的,是厄伦春人最古老的一种游戏,小时候她常常和姐姐一起玩,然而在葛长云十二岁的时候,姐姐得了一场疾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女儿。 姐姐死了以后,我就是师父的小姑娘上学去背着,我姐姐孩子,那孩子一哭,就当过见课什么老师。 完了老师你五年级的多,完了他说你别念了,带着回家哄孩子吧,你看这学生都听不了课人,一哭你当过一大价,这么吓得多。 为了照顾姐姐的孩子,葛长云不得不辍学回家了,然而让葛长云没想到的是,十八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嫁给自己的姐夫,葛长云不愿意。 可是平时很少说话的父亲,那天却说了很多,父亲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 哎呀,你从小没妈没,没啥的,呀,不容易你,父亲你听我的吧,说的,听我的那个什么,嗯,那个把你学给你姐夫吧,因为这个孩子,完了行吧,这么一行就,这么就跟我姐夫了,比我大十二岁。 就在那一天,葛长云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痛苦,父亲其实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 父亲从来就没有遗忘过自己,只是在狩猎的艰辛岁月里,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表达。 葛长云非常响应父亲,那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猎手啊,马就像他的两条腿,整个人与马融为了一体。 父亲举起枪,无论多么敏捷狡猾的动物,都逃不出他的枪下。 由于父亲走得早,葛长云没有为父亲做过一件抛皮,父亲也并不知道,他的小女儿在日后会成为厄伦春皮衣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有些我爸爸来,奶奶,没看来没有提,太想了,一看电视我就哭,奶奶一直,爸爸一直,我确实心难受,点身上就躲,头就哭啊,就那个感觉不行了。 葛长云做过无数件抛皮衣,但是他内心深处最想做的,就是把自己亲手缝制的抛皮衣,穿在父亲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